应该很多人都忘记了,但在1992年的时候,有一部经典的八点档,《军官与淑女》,当时是在演海军军官的爱情故事,与僵尸片的知名港星前小豪跟弯气质女星图善妮主演,故事剧情编制非常好,虽然年代不同,但有网友表示绝对不会输给现代电视剧。 但都过了25年,图善妮再次出现在镜头前,依旧惊艳,图善妮在校就是一个校花级别的人物,正在大家以为她在娱乐圈会很有虔诚的时候,图善妮32岁那年,遇到已结婚未前提的交往物件,认识4年,但对方完全没有结婚的打算,因为她本身有移民的问题,怕两个关系。 国家间有问题,所以她提议我们先结,等于说是试婚。 那试想如果我们两个觉得不合适,我们就是自己把它撤掉就好,我们两个人自己的事自己知道就好。 不过后来被媒体报道后,就变成两家人的事,结婚请客变成正式的,但最后结果就是事不成,所以不到一年就结束了,她还说,我妈前一阵子还说,你有结过婚吗? 而这十年来,她几乎都是独处,因为失败的婚姻让她觉得自己不适合结婚,因为自己有太多理想要完成,如果要她乖乖在家当太太,她没有办法。 她在出道11年的时候相恋一位离过婚的编剧家,不过一个月就与对方闪婚,这是爱得太快还是深沉呢? 闪婚的后果很少有好的结果,不过一年两人就离婚了,离婚后图善妮又认识了一位远50岁的富豪,可惜最后还是分手告终,还被威胁了,好在没有闹出什么大事。 经历过这两段感情之后图善妮对爱情以及婚姻充满失望,所以她也不再找男朋友也没有想结婚的想法,成为一位忠诚与自己的不婚主义者,这便是她不再嫁的原因。 现在虽然51岁了,但图善妮依然是美貌,魁违电视剧25年的她近期又重新出现了。 来看一下她现在的样子吧,是不是依旧很美呢?小编也是很佩服她现在还有着这么好的状态哦。 至今仍保持单身的图善妮也谈到自己的感情观,她以云淡风轻的口吻表示,其实追我的人不多,我自己也是有要求的,宁缺勿烂她剖析自己是个容易分心的人,一脸认真的说, 有兴趣的东西,我会一直钻研,等到我需要知道的都足够了,又会转移目标。